今天分享一个家庭菜 丁香鱼蒸排骨 丁香鱼蒸排骨 很简单 买了一斤排骨 蒜头姜葱和豆豉 拌好味道就可以了 排骨用生粉水洗干净 所以白一点 加入豆豉 蒜头姜葱和葱 放在一起 先放少许的盐 不用放太多 放1斤糖 生粉 1斤罐 放少许的水 芯姐喜欢放少许的水 这样就滑一点 放1斤蚝油 少许的麻油 放1斤生鸡 烧酒 放少许的烧酒 胡椒粉 灑一点 我们可以拌好 我们拌好味道 然后把鱼洗一洗 这个丁香鱼 这个丁香鱼 我们洗一洗 然后拌好 我们放这些丁香鱼 一起拌 为什么放了丁香鱼 每一块有黏着鱼仔 又很香 又鲜又甜 找些鱼仔吃得多 又可以 倒一下盐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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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 这样就拌好了 这个排骨 热了10分钟 芬姐真是蒸 滚水放进去 滚水放进去 我们蒸它25分钟 就可以了 25分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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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排骨蒸好了 我们放些葱 焗它1分钟 这样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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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搞定了 焗了 那些葱味香到 你看 这个 这个丁香鱼蒸排骨 送饭也好 小朋友也喜欢吃 耶 可能很多人都没试过这个丁香鱼蒸排骨 芬姐也很想大家试一下 耶 给个点赞 嘿嘿